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能够更深入与准确的理解本书的要义 那么本书的历史与文学价值 堪比我们中国圣贤孔子所编撰的春秋 大家都知道春秋作为鲁家经典之一 被后世视为六经之一 与诗经上书等并列 它不仅是历史文献 更是鲁家思想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春秋以极其简略的笔法济世 表面上似乎是平铺直叙 但其中却包含了深刻的威严大义 就是通过看似一些不经意的描述平凡的语言 表达的却是深刻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 这种叙述方式被称为春秋笔法 一直被沿用至今 而萨姆尔记下被誉为大卫王朝的春秋 除了在历史文学等领域与春秋一样具有极高的价值与影响力之外 之所以会被列入圣经正典 其在上帝信仰的属灵意义上的启示 以及展现神的整体救赎计划方面 更是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窥探一下本书的全貌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依然拜托好朋友们多多点赞留言 分享并按下订阅键 谢谢大家 那么被誉为和神新义的君王大卫 扫罗王位的继承人 是统一后的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位受高君王 他的统治开始于自己的支派 就是犹大支派 并建都古城西伯伦 这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概念中 大卫开始的时候也有点军阀割据的味道 后来在战胜推翻了扫罗家族的统治之后 才受全体以色列人民的拥戴 成为了真正的国王 定督耶路撒冷 迎接约贵路程 从此耶路撒冷成为了以色列真正的政教中心 也成为了而后几千年世界的宗教圣地和中心 大卫王得上帝青睐又胆略操群 那是开疆拓图南征北讨战物不胜 平定以色列最顽强的仇敌菲利士人和亚兰人 国土拓展到约旦河东西两岸 北达又发拉底河南连埃及 从弹直到别十八全属王图 以色列王国既控有巴勒斯坦全境 从北至南的贸易通道 巧不巧的又碰到当时亚非大国 什么亚述埃及等国均有内固之忧 自己国内都搞不定 那在外交上还不得上杆子的要与超级大国 以色列的大卫王搞好关系吗 这个到所罗门王时代 以色列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强国 那么萨姆尔记下记载了大卫在位四十年的 这一段主要历史 当然前途很光明道路很曲折 这个大卫的宫廷内外变乱时深 本书以大半篇幅记述了王室的明争暗斗 和大卫的软弱与失败 包括于巴斯坦的施情 对儿子亚沙龙的骄纵 大卫被迫逃往河东 以避叛军和战胜回朝之间 人间人暖百态 敬贤使家笔下 除了历史价值以外 本书在神学上更是影响声援 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神学表现 是先知拿丹所宣布的大卫之约 而争巅峰 那么关于拿丹 有观众指出 根据音译应该读善 这个字本来就是多音字 根据中文习惯 在信誓上应该读善 这个水草瓦刚在名将善雄性 那么还有匈奴的首领叫禅鱼 那么此外都读丹 因此我还是按照习惯读法称先知拿丹 那么也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醒 关于这个大卫之约 后面我们专门讲 之前我们说了圣经记载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实事求是 绝不回避人的罪性与软弱 不像其他任何历史典籍 都是胜利者的涂脂抹粉 是吧 要描写圣贤起来 那绝对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要吹捧起最高领导起来 那绝对英明神武 没有任何瑕疵 总之这些人都被描写的不是人 而圣经中的任何人物记载 都是活生生的真实人物 有罪性 有软弱 有缺点 没有一个是完人 所以本书记载的伟大君王大卫 也因肉体的软弱而犯罪 非但不完美 有时还很离谱 他能成为以色列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是因为他用心灵与诚实 来谦卑的敬畏神 身为异国元首 能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过 并能彻底悔改 又深知受天父之托 经常以牧者之心爱护其子民 在他晚年面临瘟疫 要毁灭耶路撒冷之际 那么上帝因着他的这些美德 赦免了耶路撒冷免遇灾难 所以前几年如果有像大卫一样的领袖在 那比什么疫苗都管用 大卫一生保经忧患 江场上出生路时 无不化险为夷 深刻体会到天父那不变的丰盛怜悯 就像他在诗篇中写的 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那么关于本书作者及写作时期 请大家参看本系列的85集 那里有详细介绍 接下来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精髓 那么扫罗战死后 元帅亚尼尔拥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为王 受到北方一些支派的拥护 而此时大卫早已被南方的犹大支派拥立为王 以色列陷入分裂 双方割据僵持 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后来元帅亚尼尔被大卫的元帅约亚设计暗杀 这个伊斯波瑟呢本来呢就跟刘备的儿子刘阿斗差不多 不是做皇帝的料 元帅一死 他也接着被手下军官所杀 所以呢这个大卫就后葬了两人 或北方诸之派的拥戴成为了全以色列的王 登基的时候年方三十岁 这个大卫啊原来的首都呢是南方的西伯仁 现在呢统一了全国 原来的首都就不合适了 所以呢决定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 建为全国政治中心 他呢攻克了耶路撒冷 此城呢当时仍旧在迦南民族耶布斯人的手上 那么由于俄南北交通药金三面环谷 地势险要乃是极理想的建都地点 更何况呢此城的位置 借于犹大和北方国土之间 不属任何支派那还能到哪里去找更合适的地方吗 是吧这个耶路撒冷啊当时就成为了 团结全国各支派力量的中心 那么元帅呢约压帅金兵从地下暗道潜入城中 里应外合攻下了这座耶布斯人啊 认为连瞎子瘸子都能守住的城市啊 他这个太险要了啊一般攻不下来 那么大魏呢将此城命名为大魏城啊 正式建耶路撒冷为京城 为了巩固耶经的地位啊 他把约会呢也迎入城中 使此城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 但由于啊大魏一生呢忙于征战啊 后来呢又犯错误啊导致家族的混乱与造反 大魏终其一生这个耶经的基础设施建设啊 也没搞上去啊 建圣殿和美化首都的工作呢 到他儿子所罗门王手上啊才算结束 虽然首都的建设工程没有完成 但一切反抗以色列的境外势力啊 都被大魏一一征服 在大魏的手中呢 以色列人民真正成为了上帝应许之地的主人啊 而且呢从大魏开始以色列王国才真正形成了国家自理体制啊 这个国土面积大了人口多了 管理起来呢就难度就可想而知啊 成指数级的增长这个情况非常复杂 靠旧有的不足各自为政的政治架构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好在呢有上帝的加持 大魏呢本着神给他的智慧和远见 开始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校中央政府啊 任命适合的大臣担任中央重要职务啊 可是个技术活啊 但大魏呢完成的很出色啊 这中间呢这些职位呢以前都是没有的啊 比如有一位史官啊又叫做通知官啊 有点像现在的宣传部长啊是把国家的政策向大众宣布的人啊 这是相当高的官职啊且很关键是宫廷行政管理官啊 这个职责呢包括国家大事的记录和王室历史啊 另外还设立一位书记啊有点像中央办公厅主任啊 处理内政外交的文书啊通常由最闲人之士担任啊 需要熟悉法律啊又要擅长文字 当然国中最显赫的职位啊是两位大祭司来自两个祭司望族啊 还有一位宰相又做祭司啊是为王室服务的 还有一位统领全军的元帅和一位掌理俘虏服役的主管啊 就是管俘虏的有点像统战部部长啊 至于攻克后的各族的土地则任命次级官员管理 王室的府库、牲畜、农田等产业啊也有专人照料 大家别觉得好像这些组织架构很简单很原始啊 那是你用现在的资讯和眼光来看 从无到有啊那可真需要来自上帝的启示与智慧啊 或者呢经过漫长的磨练和洗礼才能成功实现 其中啊所要付的代价可不是一般的大 当然了这个大卫呢有神的加持啊因此没走多少弯路 大卫的另一项成就啊根据他的音乐天赋 他还设立了欧歌哲啊就是唱诗班啊 专门赞美上帝编写诗歌在会幕中歌唱成为了诗篇的创作班子啊 再说说这个以色列的军事成就 之前呢我们几次说过和邻邦相比啊 这个以色列的军力无论是人数或装备都源源不及非力士人啊 这个大卫做完后呢约旦河东的亚门摩亚和以东三个部落都给他先后征服啊 然后北上向叙利亚西部的亚兰人进攻 收服其地啊设立防营固守北疆 最后呢就剩下了强敌啊就是非力士鬼子啊 那么大卫呢挥军西针将非力士鬼子啊 啊逐毁老家啊地中海盘的原住地啊 啊那么向以色列呢纳贡称臣 同时一向寄予以色列的大国啊都忙于对付国内问题啊 无暇外顾什么巴比伦呢国力日衰 赫人呢早已飞进东霸权了啊 这个亚述人虽日渐强盛 但那个时候还无力难清 至于南疆的埃及啊这个王室呢也日渐积落 僧旅阶层争权 我们是太监争权他们是僧旅阶层争权 无心也无力阻止大卫王国的扩展 外在的环境和大卫神出鬼没的用兵天赋 使他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啊百战百胜 为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王国 大卫的军队组织啊非常严密 而且呢将帅神勇 我们之前说过啊 以著名的三十勇士为核心啊 其下设正规军和后备役啊 那么正规军呢人数很少 只有两千多人 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啊 这两千多职业特种部队啊 九经战争 骁勇善战 后备军呢自从各自百中挑选啊 按着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一千人啊 由小到大组成 交由身经百战的将官指挥 那么正规军呢配有剑弓及毛枪等啊 戴头盔披护凶且有盾牌啊 那么这个后备军呢 只在紧急时征用啊自己呢准备武器装备啊 镰刀斧头红银枪甚至扁单木棍都可以啊 任务完成便可回家 大魏在战争中啊身先士卒 大小战役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 并冲锋在前 这可不是只动动嘴皮子啊 从大魏开始呢以色列军队便留下了光荣的战场传统 直到今天啊大家看现在的以哈战争 以色列啊都是长官冲在最前啊都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他们的对手长官呢都是躲在士兵的背后啊 甚至在平民的身后叫嚣着同志们给我上是吧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大魏的丰功伟绩 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呢主要就讲 像类似于现在的宫斗剧一样的啊大魏宫廷中的哪些破事了啊 讲他的乱弱和失败以及应对儿子的纵容 以至变身走业啊这个差一点呢就国破家亡 王位不保他与乌利亚的妻子啊著名的八十八的淫乱啊 还谋杀了乌利亚企图遮掩其罪啊 得保性命及王位 但神的公正刑犯呢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家啊 不过呢上帝法则与视角啊在原则上是见察人心的 是吧上面我们说了由于大魏始终以心灵与诚实 对神的敬畏与信靠神的恩典呢始终眷顾大魏 他的国成为了后世诸王的典范 他在临终前赞美神的拯救和恩惠 又盼望神所应许的以公义治理人民的那位永生的王啊 必会自大魏家出来如日出的晨光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新希望啊 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代表神救赎计划的大魏之约 大魏呢自己住在香柏幕的宫中 而神的约会呢反而在简单的会幕中 那大魏哪能心安呢对吧 于是呢他就想要为耶和华建造璀璨的圣殿 那么先知拿丹一听呢 大魏这个想法不错立刻同意 但这一次先知犯了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他同意的太快了啊 神呢没有旨意要让大魏建造圣殿 当夜呢就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啊大意是大魏要为我建造 宫殿不可以只是我却要建立他的国位啊 神呢在这一段经文中啊所说的话 对大魏对以色列人对今天的我们这些信徒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在这里答应大魏啊他的后裔要世代为王 即令后来的王达不到神的标准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啊神与大魏所立的这个约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是白白的恩典 这成为了基督信仰的一个不变的中心原则 我们信徒得到神的恩典与祝福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功劳 完全是神的恩典 大魏在七章十八至二十九节的祷告中 以万分感谢的心承认自己的微小不配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后来呢大魏的儿子所罗门死了 十二支派中有十个支派不接受罗伯安为王 但大魏之约同样一直被神信守 甚至三百五十年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 国王约亚敬被掳网巴比伦 这个以色列人仍旧盼望神从大魏的后裔中 赐他们一位受高王尼赛亚来拯救他们 那么这位受高者最终还是终于来到 他就是耶稣基督 人类与神的关系因主耶稣的来到 而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大魏之约 其实是神应许夏娃的后裔 终必战胜罪恶的整体救赎计划的延续 神对闪合他的后裔的应许 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 现在都落实到大魏的王位上 那位出自大魏一脉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 会要来完成救赎神子民的工作 彻底战胜魔鬼撒旦在这地上的权势 好下一集我们不见不散 请喜欢的朋友们多多点赞留言分享并订阅本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赏